一个就是在机场 另外一个就是在台北火车站 一个是台铁 另外一个是台北转运站 这两个点 那其实我们不管在机场 台铁或转运站 都是从2月1号到2月13号 那机场的部分有四个 松山机场 桃园机场 青泉岗机场跟小港机场四个 在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 所以因为点不一样 在各个台商聚集 还有一些地点 要去行销这件事情 不太容易讲 所以只要一下飞机 过花烧筛检站 我们的检疫同仁 大概都还会宣导 也会有一个指引 让引导民众经过必要的关卡 或者是还没经过关卡之前 就可以先被顺利的指引 到接种疫苗的地点 就是说民众来 那民众也会获得宣导 那也尽量了解 那大家知道这一些 在旅居在国外 长年经商 来来去去奔波的 其实风险也比较大 那他们在 这个所工作的点 或者是旅游的点 他们的医疗水准 我相信大多数都是比台湾还差 所以我想这一个对于旅居在外的国人的照顾 我们就利用从2月1号到2月13号来服务我们的国人 让他们回家有回家的感觉 有温暖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他来这 我们就把他煮车 他如果不来这 我们就把他煮车 先说要他提醒 叫他人工再出门的时候 要出国 要小心 那同样的打完疫苗 还没有抗体的时候 一样要注意个人的卫生 因为毕竟 还是要有足够的时间 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力 那在这个转运站跟台铁 台北转运站跟台铁车站 这个部分 在规划起来 台铁应该 大家进去应该就知道 他就会放在 这个比较靠近 东二东三 跟这个 东二门东三门中间 然后比较靠近中间一点 靠近那个售票台 那个附近 那里会有一个规划点 可以来做接种 我们主要就是 希望能够提供快速 而且方便 而且品质好的一种服务 民众重视 来一个我们都非常的高兴 因为只要有一个接种 就会让我国的民众 少掉感染H1N1的风险 我想这个是尽量我们做到 这一个服务民众的一个立场 那么我们要去对这里的